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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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祝你能离合起的味道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你能离现得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身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实力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身既如此真实 祝你能离合起的味道 在你身既如此 在你身既如此真实 在你身既如此手 马上身既如此别人 你身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实力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身既如此真实 当我感到润若无助 你能临线的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身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实力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身既如此真实 当我感到润若无助 你能临线的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身既如此真实 是神的能力 神迹是真实 而且不会改变的 当然神机会发生 可是神也期待 你我我们也要努力 我们不是只是一味的 祷告祷告祷告 什么都让神来做 考试的时候自己也不努力 神啊你告诉我答案就好 也不好好工作 神啊你给我钱 也不好好教育儿女 主啊你要帮助我的儿女 要成才 我想 这一切大概都不太可能 很多时候我发现 神会祝福我们 其中有一个秘诀是 我们自己 一方面 勇敢地面对我们的环境 好好地读书 好好地工作 好好地面对我们现在 手中所有的责任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哦主啊我真的觉得 我没有力量 我怕我做不好 是 所以你尽你的力量 很努力地学习 然后你要很努力地 倚靠神 在主的恩典上 要刚强起来 你就会发现 神的祝福 就一直地加添 加添在你的身上 圣经告诉我们 坚心依赖神的 神要保守他 十分平安 因为我们 倚靠他 当你倚靠神 你把你的困境 你的难处交给神 神一定会帮助你的 可是在生活当中 你不要忘记 你的努力 仍然非常重要 而且当你尽你的力量 努力之后 你会发现 哇 一切都值得 我很喜欢想到 一个人的故事 我觉得他的一生 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就是米开朗基罗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天生洋溢着 艺术细胞的人 特别在雕塑一方面 他被西方文明 赞誉为 他是最伟大的艺术家 而且也是最具有影响力 有一个特别的风格 一个开创者 所以他自己也开玩笑说 当他还是婴孩 还在吃母奶的时候 可能就被奶妈感染了 对雕刻工具箱的喜爱 所以他的作品 总是那么的吸引人 他有一个最有名的作品 就是大卫雕像 当他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其实还不到三十岁 他是一个非常努力 非常认真的人 而且因着他的努力认真 所以我发现上帝 也特别的祝福他 让他的成就 是非常的卓越 特别是当他在三十岁 出头的时候 当时的教皇 米利安二世 就叫他去罗马雕刻 教皇他们正在建筑的 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教堂 他要改做一幅画作 起初其实他是 非常的反感 想要推迟这个工作 因为没有人想要做这件事 这个事情是在 梵蒂冈一座 没有人注意的教堂天花板上 而且要画很多的圣经人像 所以米开朗基罗 觉得这个太难了 而且米开朗基罗认为 绘画不是我的第一专长 我喜欢雕塑 看起来他有一点勉强的答应了 但是他很努力 他没有觉得说 这个不是我的专业 我就随便画一画 他非常的认真 他非常的努力 你知道 有整整四年的时间 米开朗基罗 他需要躺在那个高价平台上 来作画 他为了彻底的完成 这个工作 他付出了兼具的代价 因为这样 他的视力跟健康 就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米开朗基罗说 这四年来 我昼夜辛劳 我画了四百多个 比真人还要大的图像 在这个教堂的天花板上面 我感觉我自己 非常的疲倦 我老化到一个地步 就像圣经说的 那个耶利米一样 虽然我只有三十七岁 可是我的朋友 都认不出我的样子了 米开朗基罗 就是这样全力以赴 所以他所带来的 在艺术界的影响力 就历久不衰 不仅是当时 教皇非常深受感动 看见他的画作 就连在艺术界的同财 都引起了一阵的风尚 大家都觉得他真的是 他的画作太经典了 而且真的觉得他为着艺术界 献上了非凡的贡献 我觉得米开朗基罗 他的成就 当然是跟他的天分 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如果他不是全力以赴 他的影响力不会达到 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 当时有人跟他说 其实你在上面画画 那是屋顶上的画作 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 你就随便画一画 那些细节 你不用那样交代 也不会有人去 好像去留意到这些问题 没有人看到 也没有人会去欣赏 可是米开朗基罗他 毫不犹豫的说 别人看不见 可是只要上帝看得见就够了 只要上帝看得见就够了 亲爱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努力的关键 你为什么努力 如果你一切的努力 你只是觉得我想要别人看见 那当别人没有看见 你就会受伤 你就会想 那我不要努力好了 可是如果你知道 我一切的努力 我不是要做给人看的 我是要做给神看 神看见就够了 我因为知道我所做的 上帝都看见 所以我在其中 我就尽心尽力的努力 我手中一切所做的 因为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 神会坚固我们手所做的 而我也祷告 神啊我手所做的 求你来坚固 亲爱的朋友 你不觉得这样的努力 是很有价值的吗 我相信米开朗基罗 当他在画这个画作的时候 他一定没有特别的去思考 或者去想说我要 有怎么样的一个伟大成就 他只是在自己的信念里 他在那里就是画画 他在那里依靠神 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困境 不知道这个圣经人物 应该要怎么画 怎么来呈现 可是他可以祷告 当他祷告的时候 神就把创意 神就把想法给他 所以他就继续在画画 当我们在努力的过程 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遇到瓶颈 我们卡住了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的时候 当你祷告神 神啊我卡住了 神啊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做 你知道神就给你创意 我们的神是最有创意的神 然后你就完成 你手中的工作 你就发现 努力是值得的 你就发现 当我这样坚定的依靠神 我依靠神 神就保守我十分平安 神就祝福我手中的工作 一切可以那么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